活佛恩施慈悲读经之法 读经必先明白经义 且要从经文以外寻求超脱境界 不要为文字所献 先明解 在会议 此所谓意答 由意答与文字融合为一 无过之 无不及 无差无失 为之超脱 无经文之限制 无物外之阻隔 哲理自献 此为之明理 意答理明 便可神由于境界以外 则无穷之理方亦明白 所谓意会 意及心会 无非有感触而生 发于心者为感 基于外者为处 应感而生为之心会 辟诸逢佳节而私亲 赴经门而怀骨 亏断病而书愤 明白路以相思 皆为心会 故意会者则相通 世尊念花 家业微笑 黄梅鸡梅 大剑传一 即此妙用也